纽约市长白思豪这次宣布 次日的时报广场跨年庆祝活动将按照计划举行 白思豪对媒体表示 我们希望展示出我们在前行 我们希望向世界展示 纽约市正在奋力击败疫情 周五是白思豪市长任期的最后一天 后任市长亚当斯已经宣布 将在新年终身敲响 时报广场水晶球落下后不久 在庆祝现场就任市长 疫情于去年初在纽约爆发以后 去年底的时报广场跨年活动 没有对公众开放 仅仅邀请了医护人员 紧急救援人员 关键行业雇员 以及其家属现场观看 此前纽约市宣布 今年允许民众入场观看 但是规模小于往年 另外 所有出席者必须提供疫苗接种证明 在新一波疫情席卷全美之际 多个城市都缩减或者取消了跨年活动 但是白思豪表示 纽约市的高疫苗接种率 以及活动现场的口罩 社交距离要求 可以保证活动正常进行 他说 我们要向世界传递一个信息 纽约市是开放的 另外周四 纽约市后任市长亚当斯 也将召开记者会 公布他的抗议策略 所以说